哈喽大家好 在之前的vlog里面有同学希望我出一个宿舍好物分享 因为营销后推荐的东西都是千篇一律的 那我自己是住过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宿舍 每一次办宿舍我都会买新东西 但有的东西我从大一一直用到现在都舍不得换 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会结合自己过去住的宿舍的条件 给大家一些宿舍好物分享 你快快快快快快快进来 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可以一次性买好东西 不要像我那个时候反反复复的买 首先是大家最好奇的床 这就属于大学生的个人空间 只有自己的形式而是你的床 所以整一个舒适方便的床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吧 我现在用的这个床帘是我专科室友给我的 也就是说已经用了六年了 粉粉嫩嫩的和他一样 要不要买床帘 要买怎样的床帘 我有几个建议 和我一样喜欢私密室的同学 那你就一定需要买一个床帘了 这样你在床里面是哭是笑 还是抠脚都没有人知道 虽然面积不大 但你总归有了一个只属于你一个人的世界 床帘你一定要买这种很厚很厚 完全不透光的 睡上铺的同学一定要和我一样买一个这种挂床帘的架子 一开始我用之前天花板的挂钩勾床帘 不仅钩子总掉 床帘缝隙漏光 挂钩还会在天花板上留下污渍 买个支架可以避免以上所有问题 床帘挡住了 我后面找一个淘宝图 有这个架子你才能保证 床帘按得严严实实 我关系最好的那个室友 当初不听我的 非要用之前的人留下的钩子勾床帘 那床帘装上去的当晚就垮了 所以呢 上边的兄弟们别的不听没有关系 但只要你装了床帘 你就必须给我整一个这个架子 一次性到位 清楚了吗 第三 床帘里面必须装一个蚊帐 这个带顶的蚊帐是我新买的 搁住了床帘的顶 我原来的蚊帐顶也是网啥 缺点是顶会坠下来 很难看 架子非常重要 加固的这根杆子 可以把坠下来的骨包撑起 在买床帘蚊帐架子之前 都良好 长宽高 不要买错了 大家看到了我这个灯行 就和我前面说的那样 睡前玩手机 看Kindle 我一定要开灯 这个灯是我本科室友给我的 刚好和这个横杆很配 还可以调节亮度 那装灯也有一个技巧 就是不要让光源 直接射向你的眼睛 就是光源直接射向眼睛 非常难受 但如果往这样撇一撇 就很好 如果受条件限制 没有办法在床的中间 装这种灯 那大家可以把灯 安在脑袋上 让光源从头顶 射向脚的方向 总之保护好眼睛 就是置物价了 这个置物价我不太推荐 放不了什么东西 很窄 而且容易掉下来 推荐这个篮子 里面放了一个魔方插座 数据线 Kindle 眼罩 塞之类的 如果有同学 真的要按这种框的话 我建议你把它安装到 伸手可以拿到的最高位置 否则你冬天盖的后被子 会跟你安的比较低的框 撞在一起 不方便你翻身 这个插座 我是被我姐按力的 它有多个数据口 省得我插好几个 大小不一的插头了 那不是所有的宿舍都有插头的 为了方便使用 我建议大家买线最长的 那我用的这个插座 是公牛的 这里不是广告 我是建议大家在用 电器这类产品的时候 尽量不要买35 小米也出了好几个 这样的插座 大家可以去对比看看 再安利一个收纳小技巧 就是你可以用这种夹子 把线固定住 再就是这个庞然大物 是不是有很多营销号 都推荐你买那种床上书桌 千万不要买 专客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三个人都买了 还是质量比较好的 我跟你说一下坑在哪 第一 木质的书桌真的非常重 我们两个人在下面推 两个人在上面拉 搞半个多小时 才把它弄上去 你想想你还要换被子 洗床单 这有多麻烦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桌子 有没有改良 我当时买的是178块钱的 它的钉子非常的短 木板和木板之间的衔接 不是特别的牢 长期摔下去 你的脚总会踢到桌板 钉子口旁边的木头就裂开了 到毕业的时候 我们翻身的动作都感太大 不然桌子就会散 再就是这个书桌 它并没有起到书桌的作用 很多人晚上就不学习 你更别说在床上学了 长期的把脚缩在一起 符按写字 不切实际 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的 白天搞学习 晚上上床了就好好休息一下 桌子完全就是拿来放东西的 你买一个这种 轻便的铝制架子 完全够了 你这个床上垃圾桶 也是我跟风买的 其实上面没有垃圾 大家自己看要不要买吧 也要注意 这种铝制架子的隔板 是指部不能承重 刚好我有几个衣柜的隔板 就放在架子上面 就可以放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上面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筋膜枪 我还有挺多那种 跟风买的小电器 如果你不是那种 特别爱运动的人 千万不要买筋膜枪 我也买了很多这种 交至上税的东西 有其他很多小电器 什么射频仪啊 垃圾桥刷呀 洗脸衣呀 如果以后有机会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发现了啥 我跟风买的一个树腰 作为一个健身爱好者 我负责任地告诉每一个姐妹 戴树腰完全是百害无一利 只要是那种推广树腰的广告 要不然就是博主 没做功课 要不然就是卡烂钱 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健身心得的话 我再仔细说这个树腰吧 反正就是千万别买 刚刚在上面介绍过了 那个隔板 然后让大家看一看 在我的衣柜里面这个隔板是怎么用的 我真的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的衣柜是叠过的 只是颜色比较杂 所以看起来有点乱 刚刚那个隔板 我的衣柜里也有 像这个没有装隔板的 刚好能放下我夏天的衣服 到了这一格 我需要一个隔板 把它隔开 这里放包 上面放帽子之类的 挂长衣服的地方 我也用了一个隔板 这样可以提高空间的利用率 我到时候把我买的店铺放在哪里 大家可以去相机里面看一下它的原理 这个分隔板 大家也可以买一个 就是我这个有点太软了 防尘袋 大家也记得要买 上海这些太潮湿了 看我关上衣柜发现了什么 就是这个塑料袋搜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 都会把塑料袋存起来 就是觉得总有一天会用上这些袋子 把它就拿来装垃圾嘛 低烫环保 这就是桌面部分啦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边是我的洗脸镜和化妆棉 这边放书的 然后这边都是利用品化妆的 护肤的 接下来就详细介绍一下吧 先说台灯吧 那些有柜子的同学 你也可以买这种夹着的 比较值的空间 或者像我室友这种吸肤在上面 总之就是桌上 放的东西越少越好 这还有一个小钟点 这是我放护肤品的位置 网上有那种透明的架子 还蛮漂亮的 但我也没有想换 主要是我很喜欢这些小抽屉 里面可以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引领盘之类的 就这种小东西随手就可以拿到 也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看我的护肤分享 到女生最爱看的化妆品部分 它最好的地方在于 这些隔板是可以调节的 我还买了一个给旺仔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不爱用 还有这个非标准意义上的刷筒 实际上是我旅游的洗漱杯 后来我换成电动牙刷之后 它就放不下了 我就最无利用拿来做刷筒了 说到刷子我也买了不少 比较性价比之后 我按理所有的姐妹都去买 仓中化妆刷 就逃跑不上搜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耳钉收纳盒 我已经扔掉一不算耳钉了 都是冲动消费买的东西 明明很多都不适合我 但我就是觉得可爱 所以就都买了 反正我穿不一样的衣服 会带不一样的耳钉吧 这不是因为我臭美 而是因为冲动消费的东西 你不用就是浪费 就是承认自己叫我至上睡 这个鞋柜是我来的 华氏以后买的 宿舍空间不够大的同学 就将就一下 可能没有空间让你放鞋了 结果空间到了 要拿塑料袋装一架 挂在鞋柜旁边的地步 我专科本科的时候 宿舍空间也蛮小的 大家可以买单个的透明鞋盒 把鞋装起来 避免你的鞋和室友的鞋 全部摊在地上乱七八糟的 旧床头柜也是我来华氏以后买的 因为我的东西太多了 里面主要是我的健身服 运动服 这个柜子还是蛮不错的 我毕业之后也会把它带走 刚发现了这个刷子 是我大衣在路边摊买的 它的好处在于 这一面是刷床上的灰尘 对面是刮大衣上的毛球的 特别好用 给我在一家买的粘毛球的一次性胶带 更好用 而且无限利用 大家就截图淘宝食物一下 以上就是我的真心分享了 其实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也没有考虑过什么 印字风韩式风之类的 所以大家在购买你的小家具的时候 可以考虑一下美关性 再说一点 我会尽量把没有倒闭的店铺 放在屏幕里面 但除了床帘和架子之外 其他的东西 你们可以在BCC上面搜一下通款 真的好便宜 这是我第一次拍这种分享类的视频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个一键三连 并且多多提一些建议 最后我和老公跟大家一起说 下期再见啦 拜拜